日本黃金洲長假已經結束 只是今年黃金洲最大特色 莫過於日本人都待在日本旅遊 比臉還大的炸雞排 還有超長的糖葫蘆 這是橫濱中華街 不少日本人因為出不了國 只好來這裡體驗異國風情 吃美食雖然心情愉快 不過只能留在日本旅遊 當然是受到日圓貶值的影響 8日圓對美元匯率 扁破155關卡 外匯專家更認為日圓還會繼續貶值 甚至不排除再度貶到160價位 為了要讓日本人感受出國樂趣 當局在東京打造了一座類似紐約市 HIGHLINE的兩公里長高架公園 不過就在黃金洲後開工首日 沖繩的納巴市一所卻發現可疑行李箱 導致全館關閉超過兩小時 一度疏散館內兩千人到附近小學 索性後來警方經過確認後 沒有安全疑慮 還好只是徐靜一場 TVBS新聞綜合報導